30岁还一事无成,需要向命运低头吗? 如果你正在对这个问题感到迷茫,不妨来看看这部《评分8.9》的剧集。 其中的故事非常简单,但道理却是那样的沁人心脾。 29岁相貌平平的亚继是某大型电子公司的职员。 她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国内销售业务,整个部门只有两位女性。 亚丽莎年轻漂亮,没有什么职场报复,平时只负责一些端茶倒水的打杂工作。 而亚继则恰恰相反,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努力工作,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出一番不输于男人的事业。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,那个年代的日本职场对女性存在很大偏见,没有公司愿意重视一个将来会去做家庭主妇的女人。 所以这么多年来亚继的努力相当于白费,她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,整个人都进入迷茫期。 可是即便是这样,亚继的内心深处,还是存在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。 公司的国内业务进行得非常不顺利,会议结束之后,亚继看到了海外事业部的同事也在开会。 这个部门相当重要,里面的人都是精英,和亚继同期进来的佐藤康也在其中。 他们曾经是情侣,但是两年前分手了。 亚继看见康手中黑色的笔,心里不免产生了一丝波动,那是他们还在一起时买的。 亚继手里有一只相同型号红色的笔,自从分手之后他就很少用了。 佐藤康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崭露头角, 如今已经成为海外事业部负责人的候选人。 其实亚继也是有这种才干的,但是只可惜她是个女人,而且又生不逢时。 想到这些现实问题,亚继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开。 到了快下班的时候,部门上司非常殷切地来找亚继和亚里莎。 新业务没进展就必须维护好老客户,于是他就安排他们去应酬。 亚继非常无奈,浑身的才干无处施展就算了。 在男权上司的眼中,自己只不过是个适合陪酒陪笑的女工巨人而已。 但是为了生存又能怎么办呢? 晚上一行人来到居酒屋,亚里莎年轻漂亮,嘴巴又能说会道。 哄得客户非常开心,亚继只能在对面负责陪酒陪笑。 一桌子的菜一口都不能吃,亚继鼓起勇气想表现一下自己。 但是客户根本没有理会她,虽然有些尴尬,但是多年来亚继早已习惯了这些。 看看这一百分的假笑,没有几年的经验根本练不出来。 无奈地应酬结束之后,一行人开始互相道别,没过多久就只剩下两位女士。 亚里莎问亚继会不会来参加自己的婚礼,因为勤俭发出去很久了,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复。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?亚继表示没有问题,自己最近只是太忙。 至于婚礼,她是非常乐意参加的。 听到这个回复,亚里莎非常开心。 她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和亚继这种女强人相比,所以只能选择早点结婚。 同时她本人也是非常期待婚姻生活的。 亚继给予微笑回应并表示祝福,但是此刻她的心中却是非常失落的。 因为亚里莎的未婚夫正是佐藤康,亚里莎并没有恶意,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康和亚继的事情。 不仅如此,整个公司都没一个人知道。 事业上不受待见停滞不前,感情上也是这么的不尽人意。 亚继的心里变得越来越迷茫。 今天对于她来说又是非常难过的一天。 事业上不受待见,停滞不前,感情上也是这么的不尽人意。 母亲问她这么晚回来,是不是又去应酬了? 亚继无奈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 她表示在那种酒桌上,女人们只能被当作公关使唤,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叔都喜欢让女人倒酒。 亚继的情绪无处宣泄,只能将矛头转向同样身为男性的父亲。 她问父亲是不是也跟那些男人一样,会经常安排她的女学生们去做这些事情。 父亲坚定地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那样做过。 四郎认真回答的样子,惹得母女二人都笑了。 母亲接着问亚继是不是还没有吃饭。 亚继刚想回答却咳了起来。 摸过额头之后,母亲发现亚继有些发烧。 于是就安排她上楼先去歇会。 等感觉好一些再下来吃饭即可。 正准备上楼的时候,亚继遇见了弟弟亚仁。 他也是加班到现在才回家。 亚仁刚参加工作不久,从事记者相关工作。 两人互相倾诉了一下工作的无奈之后,亚继就拖着疲惫的身体上楼了。 来到房间之后,亚继一股脑地瘫倒在床上。 放松了一会之后,亚继便想起了康的婚事。 他走到桌前打开抽屉拿出了请柬。 其实自己早已选定了会去参加,但是心里还是有无法放下的执念。 所以才没有很快回复亚里莎。 亚继思索了一会,转头的时候他看到了那根红色的笔,内心的波动更大了。 过了许久,亚继才下楼吃饭。 他不停地夸赞着母亲的厨艺。 孝子表示料理就是为了守护重要的人。 又闲聊了几句之后,亚人便上楼了。 孝子偷偷地告诉亚继,亚人肯定是恋爱了。 亚继感叹母亲的第六感。 随后孝子又问起了康的婚事。 亚继说自己已经同意去参加婚礼了。 母亲当然能猜出女儿的心事。 他无奈地表示其实康是个非常不错的男人, 但是没想到他们就那样分开了。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。 四郎阻止了接下来的谈话。 晚上亚继又梦到了康的背影。 他总是那样患得患失地走在雪中。 清晨的时候,亚继被铃声吵醒。 打电话的正是康。 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之后, 亚继立刻清醒了过来。 他问对方有什么事, 康表示有件事需要当面沟通。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过去常来的咖啡馆。 这是他们分手后的第一次相聚。 亚继发现康已经开始抽烟了。 于是就问对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 康表示自从两年前那场莫名其妙的分手之后, 自己便开始喜欢上了烟草的味道。 到现在已经完全无法戒掉了。 听到这些话后, 亚继的表情发生了变化。 他接着问康是什么时候开始戴隐形眼镜的。 康回答是去年换的。 随后两人又开始聊一些关于工作的话题。 亚继问康海外事业部怎么样。 康表示工作虽然辛苦, 但却是非常值得的。 亚继点头表示夸赞, 但心里却非常羡慕。 感冒还没有完全好。 亚继不小心咳嗽了几下。 康正要上前表示关心, 但是却被亚继叫住了。 他想不明白, 像康这种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为什么还来找自己。 男人请求前任不要来参加自己的婚礼。 前任听后非常不解。 勤俭是新娘方发出的。 莫非他已经知道了以前的事情? 如果是那样的话, 自己去参加婚礼的确非常尴尬。 男人面露难色地表示不是这样。 只是因为母亲得知自己要举办婚礼之后, 就一直在不停地问结婚对象为什么不是亚继小姐。 虽然自己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, 但是母亲还是放不下此事。 听到康这样说亚继心里有些愧疚,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 正在此时窗口的一对情侣传来了打情骂俏的声音, 二人不约而同地望了过去。 回忆瞬间涌上心头, 康默默地注视着亚继。 心里有很多话已无法说出, 亚继思索了议会之后表示自己没法答应他的请求, 因为邀请是新娘方发出的, 自己也以亲口答复了对方。 如果现在突然说不去, 倒是会显得十分奇怪。 康无奈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, 可以看得出来两人心里都还没有放下过去。 亚继表示康还是老样子, 遇到这种事情总是不会再争取第二次。 康无话可说, 为了缓解尴尬, 他再次拿起了一根烟, 亚继劝他还是早点戒掉。 听到这句话后, 康便放下了手中的香烟。 随后二人陷入了一阵沉默。 片刻之后, 康主动开口问亚继工作怎么样。 亚继无奈地表示非常不尽人意, 这么多年来既没有晋升也没有调职, 还是在远岗位待着温水里煮青蛙。 康表示真的很想和亚继一起共事, 因为他可是同期之中最优秀的人。 亚继无奈只能陷入沉默, 随后便提出了离开的请求。 康点头回应, 临走之前亚继还送上了祝福, 希望康能和新婚妻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。 出门之后亚继看到了一个邮箱, 他把请柬答复卡塞了进去。 再次抬头的时候他看到了康, 心里那是相当的无畏杂陈。 思绪无法平静, 亚继开始回忆过去。 那个时候他和康经常来这家咖啡馆, 两人坐在窗口也会打情骂俏。 康总是问亚继什么时候能公开恋情, 而亚继每次给出的答复都是还不是时候。 公开恋情对于追求事业的女性来说影响非常大。 亚继说自己还想再努力几年, 希望能成功进入海外事业部。 康笑着答应了他的请求。 两人继续闲聊了几句。 康突然提议要带亚继去见自己的母亲。 亚继非常吃惊, 还没反应过来, 康就已经离开座位准备出发了。 汽车驶入一条隧道, 亚继开始发小脾气。 他表示女人见家长可是要准备很多的, 最起码也得换身得体的衣服。 康安为了几句, 表示自己的母亲是不会介意这些事的。 如果亚继还是觉得不妥, 到达长钢之后再去买也可以。 亚继听后立刻答道自己才不想在那种地方买衣服。 话音刚落, 两人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 亚继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, 立刻表示了抱歉。 汽车即将驶出隧道, 康提醒亚继要注意眼前景色的变化。 进隧道前一切如故, 出隧道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片血海。 女人被这种奇特的景象深深吸引, 没过多久二人便到达目的地。 康把亚继介绍给母亲, 质子第一眼见到亚继就非常喜欢。 二人互相友好的表达了敬意, 随后便闲聊了一会。 丈夫去世之后, 质子就继承了这家手工酒方。 平日里他负责把酒区和水搅拌均匀, 他总是一边照入一边默念一定要好吃, 因为这样才会让酒变得更有灵魂。 康给亚继演示了几下母亲的工作, 随后两人便离开了。 走到门口的时候, 康给亚继打了一杯酒。 在后面看到这一幕的质子也会心得笑。 康继续带亚继参观了一下成长的地方, 晚饭过后才回到屋中。 此时的质子已经忙完了一天的工作, 三人闲聊了一会。 酒方的男人们来找康小酌几杯, 质子趁机问亚继要不要一起出去。 问题来得太突然, 亚继有些迟疑。 康转过头来表示母亲太爱擅自做主了。 质子说男人们要喝酒, 两个女人待在这里就会很无聊, 所以还不如出去逛逛。 话音刚落还没等亚继回答, 质子就开心地去准备了。 没过多久两人就出门了, 他们一起在外面看了雪, 然后又去泡了温泉。 亚继大方地表示康和妈妈还真是很像, 都是一样地喜欢擅自替人做主。 质子听后开心地笑了, 他表示很喜欢亚继的坦诚。 二人接着闲聊了一会, 温泉之后亚继还做了一件非常暖心的事。 质子被这个小小的举动温暖到了, 就在这一刻他彻底认定了眼前的这个女孩。 回家的路上质子告诉亚继, 自己从前就很期盼儿子能带个结婚对象回来, 没想到今天终于实现了。 亚继听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, 他礼貌地感谢了质子的肯定, 随后便表示自己和康之间其实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 质子听后显得有些失望, 他表示自己的儿子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。 亚继听后赶忙说了句抱歉, 质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, 他表示无论结果怎样, 都希望亚继还能再来这里做客。 亚继并没有正面回答, 只是微微笑了一下, 天空中再次飘起雪花, 亚继不禁看入了神, 他表示雪真是无可挑剔的至美之物, 虽然他们经常会给这里的人带来麻烦, 但是美丽的东西始终还是美丽。 亚继越说越入神, 差点忘了质子的存在, 还过神之后他立刻表示了抱歉, 质子摇头表示这没什么, 因为亚继的到来让这里变得更加美了。 第二天早上, 质子依依不舍地送别亚继和儿子, 他再次表示希望亚继还能来这里做客, 但是亚继依然没有正面回答, 两人来到一片风景很美的树林。 康告诉亚继, 长刚的米和水是全日本最好的, 所以他加酿的酒自然也是全日本最好的, 不出意外的话, 自己将来会回到这里接手酒方的生意。 就是这一句话让亚继的心态彻底发生了变化, 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公平, 摆在男人面前的选择是这么的多, 职场上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得到重用, 如果不想在公司待了, 还能继续回家继承祖业, 而女人除了结婚生孩子成为家庭主妇之外, 似乎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了, 压抑的思绪在心里就这样埋下了种子, 没过多久公司新一期的调职名单就出来了, 果不其然同期进来的几个男同事都顺利进入了海外事业部, 而身为女性的自己却不在其中, 亚继越想越失衡, 她感觉自己就像龙中鸟一样, 无论展翅多少次也无法触及天空, 此时眼前几个男同事的庆贺在他眼里也变得格外扎心, 事业逐步稳定, 在一个黄昏的晚上, 康向亚继发出了求婚, 亚继心里当然非常感动, 但是他很快又想到了事业, 思索了一会之后, 他还是选择了拒绝, 听到这个结果的康一脸错愕, 他问亚继为什么要拒绝求婚, 亚继并没有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, 而是表示虽然自己很喜欢康, 但是还没有喜欢到要结婚的那种, 听到这个答复康便没有再多问了, 他非常伤心地看着亚继, 亚继也若有所思地看向了他, 四目相对了一回之后, 亚继最终还是说出了那句抱歉, 两人就这样分手了, 这一年亚继27岁, 他选择了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不公的命运, 正要出门参加前任婚礼的亚继, 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, 寄信人是前男友的母亲, 质子, 虽然两人只有一面之缘, 但是两年来质子还是无法忘怀亚继, 时至至今他都觉得亚继才是那个最合适儿子的人选, 他不明白两人为何会就那样放弃了感情, 虽然现在已经无济于世, 但是他还是想再次向亚继表达这份心情, 读完信后亚继的眼睛湿润了, 这份感情不仅仅是双方父母的遗憾, 就连亚继自己也觉得遗憾, 但是陆世自己选的就必须要承担后果, 这对现在的他来说也算是一种磨练,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, 亚继在镜子面前反复练习着祝福, 他不想暴露任何多余的微表情, 没过多久大厅就坐满了人, 亚继看到了正在接客的智子, 智子也看到了亚继, 但是奈何现在无法抽身, 只能用眼神回馈对方, 好不容易抽出时间了, 二人正准备近距离沟通的时候, 婚宴却直接开始了,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, 新娘挽着新郎走了出来, 智子再次用眼神向亚继表达了遗憾, 缘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的耐人寻味, 新人向嘉宾致谢, 亚里莎看到了亚继, 随后康也看到了亚继, 他忍着眼中的泪水向亚继表达了谢意, 亚继也强忍泪水向新人们表达了祝福, 就这样又过了三年, 亚继32岁的时候, 部门上司终于换人了, 新上司就是亚继以前的同事, 这个男人非常赏识他的才干, 因此会安排一些重要的项目, 这对于亚继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, 他每次都会信心满满的保证完成任务, 上司自然很相信亚继的工作能力, 但是他时不时还是会担心亚继的婚姻问题, 所以每次都会提醒他项目非常重要, 可不要做到一半就跑去结婚了, 酒精风霜好不容易才有点盼头的亚继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, 下班后的亚继还沉浸在被重用的喜悦之中, 他决定做一顿大餐犒劳一下自己和男友, 回家路上亚继遇见了邻居乡, 二人闲聊了几句, 没过多久亚继就准备好了一桌菜, 男友淳平也正好赶到, 随后二人便进入边吃边闲聊的环节, 淳平问亚继29号的生日打算怎么过, 亚继无奈地表示自己那天正好要去新加坡出差, 淳平说既然是工作那就没办法了, 只能等他回来之后再补办生日, 亚继开心地答应了, 淳平和康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男人, 康是谦逊低调沉稳的男人, 而淳平则恰恰相反, 他高调热血有干劲, 并且一心想开创自己的事业, 最近他正在筹备离职丹菲的事情, 他告诉亚继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成为出名的设计师, 到时候两人一定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, 亚继知道他是有这个能力的, 因此每次都会给予鼓励和支持, 生活似乎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, 可是亚继的心里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过去, 没过多久就到了出差的日子, 亚继信心满满地到达目的地,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, 他竟然在酒店遇见了康, 二人互相客套了几句, 男人主动提出去外面喝一杯, 女人欣然地答应了, 没过多久两人就来到了一家咖啡馆, 康问亚继最近过得怎么样, 亚继表示工作还算顺利, 虽然比不上海外事业部, 但是总算也是有上升感了, 然后私人部分就是自己也有准备结婚的对象了, 康问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, 亚继兴高采烈地说了出来, 说完之后他还试探性地问对方有没有不开心, 康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早就释怀了, 亚继问康最近过得怎么样, 康表示每个月都会去很多地方出差, 工作还是那样的忙碌, 亚继说自己前不久听说了一些关于他的消息, 纽约分部即将组建, 总部好像会派他去管理那, 康无奈地表示这些留言传得可真快, 亚继接着问他婚后生活怎么样, 康反问他为什么没有听说这方面的传闻, 亚继不好意思地笑了, 思索了片刻之后, 康表示自己和妻子就像是鸳鸯夫妇一样, 亚继说相处得不错就非常好, 随后便接着问他们有没有孩子, 康回答还没有, 二人又闲聊了几句, 康不停地表达在一国他乡偶遇亚继的激动心情, 亚继也表达着自己的激动心情, 康低头看表的时候突然想起明天就是亚继的生日了, 于是就问对方有没有安排, 如果没有安排就一起吃饭, 亚继回答没有并同意了他的邀请, 随后俩人便定下了明晚七点在酒店大厅见面的约定, 其实亚继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得非常满, 为了赶上约会他不得不加快速度完成工作, 整个白天他都在马不停蹄地处理着一件又一件的事情, 直到傍晚才赶回酒店, 此时的康还在路上塞车, 回到房间后亚继开始不停地试穿衣服, 那个样子像极了少女约见初恋一样, 可是试了几件之后他就回到了现实, 这是在做什么呢? 他不停地反问自己, 正在此时酒店的电话响了, 来电话的竟然是男友纯平, 二人互相闲聊了几句, 纯平给亚继送上了生日祝福, 便表示自己现在真的很想出现在他身边, 正在此时门铃响了, 亚继告诉纯平现在不方便聊天, 稍晚一些再回他电话, 挂端电话后亚继朝着镜子深呼吸了一下, 他慢慢地走过去打开了门, 来人竟然正是纯平, 亚继的心情变得非常复杂, 他原以为敲门的是康,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, 康还在路上堵着, 他叫停了司机, 随后便开启了大步奔跑模式, 亚继在酒店大厅观望着四周, 此时已经是7点45分, 他很想知道康在哪里, 但是又害怕就这样见到康, 没过多久纯平就过来了, 他表示已经问好路可以出发了, 二人正在乘坐扶梯的时候, 康却正好出现了, 看到眼前的一幕, 康立刻收起了手中的鲜花, 亚继也收回了自己的眼神, 两人就这样又一次擦肩而过, 女员工踩点下班引起了上司的注意, 他问对方是不是要赶去约会, 女员默认了, 得知这个消息上司非常不悦, 他开始重新考虑项目的安排, 一项努力的亚继今天突然提前下班, 是因为答应了要陪男友去看工作室, 这家店的位置和布局都非常好, 现在就等金融公司放款了, 纯平开心地憧憬着属于他们的未来, 亚继也开心地感受着一切, 生活似乎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, 纯平还特意带上亚继和乡一起去散心, 他们在海边高地吹了风, 稍晚的时候还一起吃了饭, 大家都非常开心, 可是不好的事情却发生了, 纯平的老东家得知他的辞职竟然是为了丹妃, 心里非常不爽, 于是就临时安排了一堆任务给他, 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回家的纯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, 不仅如此, 老东家还趁机用计破坏了他的融资计划, 命运就是这样喜欢考验人心, 纯平咬牙忙完了手上的所有事情, 再次回到家的时候已是疲惫不堪, 亚继为他做了可口的晚饭, 吃饭的时候亚继问资金的事情是否已经有了解决方案, 如果实在困难自己这里可以拿些钱出来赞助, 纯平拒绝了他的好意并表示自己正在努力想办法解决, 二人又闲聊了几句, 纯平突然开口向亚继求婚了, 虽然非常意外, 但是亚继还是点头答应了, 纯平非常开心, 正打算给亚继一个大大拥抱的时候, 他的电话却响了, 来电话的是纯平的好友, 他表示那边已经成功约好了一位能提供贷款的大佬, 希望纯平现在就过去沟通一下, 刚刚才求婚成功, 现在资金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, 纯平非常激动, 他把好消息告诉亚继, 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出发了, 亚继出门相送还没回到屋, 却听到了一阵事故的声音, 他赶紧跑了过去, 在街道的转弯处, 纯平因为车速太快而不小心撞倒了香, 亚继让他赶快掉救护车, 可是纯平却表示不能这样做, 他颤颤巍巍的告诉亚继, 事情闹大了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态度, 亚继不敢相信眼前的男人竟然说出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话, 他非常生气地让纯平赶快逃出手机, 拿到手机之后, 亚继便拨打了求救号码, 纯平立刻上前去要求亚继, 希望对方能帮帮自己, 假装承认事故是他造成的, 亚继一脸错愕地看着纯平, 随后便接通了电话, 因为抢救及时相算是保住了性命, 但是他的一条腿却因此失去了行动能力, 这件事后亚继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和纯平的关系, 他还是主动提出了分手, 纯平非常懊悔自己的所作所为, 他希望能够得到原谅, 但是亚继还是选择了离开, 造化弄人世事无常, 亚继还没从分手中走出来, 就又接到了上司的通知, 他被调到财务部去了, 那里是女性综合港的终点站, 这就意味着他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, 上司感谢了亚继一直以来的付出, 亚继也礼貌地给予回应, 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, 亚继的内心逐渐开始产生了任命的想法, 他时不时会后悔当初拒绝了康的求婚,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, 三年后亚继35岁, 一件突如其来的意外, 又开始牵动了他的命运, 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, 男人不得不向家里隐瞒了女友患严重先行病的事实, 婚后几年沙织开始不停地住院, 亚人这才不得不坦白了所有的事情, 父母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现实, 亚继时不时会去医院看望沙织, 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, 每次都会互相鼓励对方不要向命运低头, 二人接着闲聊了几句, 没过多久亚人便走了进来, 看到弟弟来了, 亚继非常时趣地离开了, 刚走没多久, 弟弟却又叫住了他, 二人来到楼道, 亚人思索了很久之后便把沙织怀孕的消息说了出来, 亚继非常吃惊, 大家都明白患有严重先兴病的女人怀孕意味着什么, 亚人表示自己曾经劝说过沙织让他放弃这个孩子, 但是每次都会被沙织坚定的信念打动, 亚继逐渐理解了他们的心情便没有再多问了, 没过多久父母也知道了这件事, 大家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现实, 这一天一家人聚到一起, 大家都非常开心地分享着过去的事情, 四郎提议不如就趁现在来一张全家福, 所有人都欣然地答应了, 四郎反复调试着相机, 生怕中途出现什么问题, 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唯一一张人最欺的全家福了, 工作日的时候, 亚继从上司口中意外得知了康的消息, 康在纽约分部当负责人多年, 原本是很有希望晋升成总部负责人的, 只可惜去年查出了肺癌, 而且他早就离婚了, 身边根本没有可以照顾的人, 听到这些消息后亚继非常吃惊, 他问上司是否知道康的离婚时间, 上司表示刚结婚没多久就离了, 回到家后亚继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, 康抽烟正是因为自己, 他开始更加懊悔当时的决定, 第二天亚继又向康的好友打探了更多消息, 男人表示康的手上还有一些正在处理的事情, 等到结束之后他就会回国请辞, 亚继为康感到担忧, 出门的时候天空中飘起了雪花, 亚继想起了雪国和质子, 又过了一段时间亚继来看望帝妹, 莎继可能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, 于是便把心底里埋藏的秘密讲了出来, 他明白对于他这样的女人来说, 怀孕是一件极其自私的事情, 孩子很有可能一出生就没有母亲, 丈夫也会更早地失去妻子, 这就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, 他想尝试战胜这种命运, 亚继被这段话深深地震撼到了, 在这之前他也怀疑过莎继的选择, 而如今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其中的意思, 没过多久全家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 沙继早产了, 孩子没有保住, 而他自己也就此相消欲允了, 亚继陷入了深思, 亚人过来说出了沙继最后的一言, 疗伤是需要时间的, 亚继把自己锁在屋内好多天, 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宿命的安排和生命的脆弱,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悟出了一个道理, 人不仅仅要学会战胜命运, 而且还要学会校对命运, 不久之后亚继重新调整心态回到岗位, 他看到了一本企业内部杂志, 里面有一篇关于康的采访, 他发现这个被赋予癌症的男人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康命运, 这件事给他的启发很大, 亚继主动向上司提出了调职申请, 他希望能重回业务部做更为重要的事情, 上司皱着眉头问亚继要是不成功怎么办, 亚继坚定地表示他会一直不停地申请, 直到成功为止, 选择独自承受痛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, 身患绝症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刚在医院去世, 本该歇斯底里发泄情绪的男人, 却在淡定地向家人转达着遗言, 不仅如此, 在葬礼上他也没有掉一滴眼泪, 甚至还用从容的微笑鼓励着身边的人, 种种迹象让家人都觉得他早已接受了一切, 直到有一天男人的上司找到了他的姐姐说出了真相, 原来男人根本就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坚强, 妻儿的离世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, 前段时间他只是在假装淡定而已, 他原本想用这种方式独自承受痛苦, 可是却不幸陷入悲伤无法自拔, 亚继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 他赶忙前往弟弟的住处, 等了好久雅人才回来, 此时的他颓废不堪满脸胡渣,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, 二人相继进门, 亚继看到屋里也是一片狼藉, 有很多东西都存在情绪发泄的痕迹, 现实就是这样, 通常大家都觉得没事的那个人, 其实才是真正需要被给予关心的, 亚继向弟弟表达了深深的歉意, 他希望对方能尽快振作起来, 但是雅人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, 亚继开始不停地劝说, 言语中提到了已故的杀之, 亚人变得越来越激动, 在一阵争吵之后, 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得到了倾诉和释放, 雅人问亚继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走出来, 亚继激动地表示这种时候人只能靠自己, 别人在旁边可以加油鼓劲, 但是真正能走出来的办法就是战胜自己, 雅人明白了其中的意思, 他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, 思索了片刻之后, 他告诉亚继自己还需要一些调节的时间, 亚继点头表示理解, 最终二人用一场相拥结束了今天的谈话, 在经历了一场低谷之后, 生活似乎又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了, 亚继坚持不懈地申请终于得到了回应, 他成功调回到业务部了, 远在纽约的康也看到了人事消息, 他明白这么多年来, 亚继也一直没有放弃抵抗命运, 两人虽相隔千里, 但是却在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互相感染着对方,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, 37岁的亚继再次被公司委以重任, 开始负责东南亚的市场业务, 跟五年前一样他再次来到吉隆坡, 康也在这里, 自从911事件之后, 公司就将纽约分部调到了吉隆坡, 二人就这样相遇, 双方都非常激动, 五年未见, 亚继发现康变得更沧桑了, 然后眼眶不禁湿润了起来, 他立刻低下了头, 康也发现了亚继的变化, 思绪万千涌上了心头, 工作结束之后两人一起吃了晚饭, 他们互相诉说着这几年的经历, 无论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, 晚饭结束之后天空突然下起了雨, 两人跑到一处地方躲雨, 此刻亚继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感情了, 思索了片刻之后, 他主动向康提出了求婚, 事发突然, 男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, 他是真的很想答应对方, 但是现实却摆在眼前, 男人得的是小细胞肺癌, 虽然已经治疗过一次了, 但是三年内复发的概率非常大, 到时候恐怕也是凶多吉少, 考虑到这些问题, 男人不得不拒绝了女人, 还未等女人反应过来, 男人就招手叫停了一辆低势, 他把女人送上了车, 二人就这样又一次分开了, 回国之后, 亚绩总是会盯着那根红色的笔发呆, 这也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, 他们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光, 亚绩手中的笔的确价值不菲, 这是当年他和康互相送给对方的礼物, 他们都是比较务实的人, 因此选的礼物也非常务实, 这种圆珠笔虽然价格昂贵, 但是一辈子都不用唤心, 亚绩非常满意, 对于事业心中的他来说, 这再也合适不过了, 康也表示这个礼物明显更适合亚绩, 因为他对待工作总是那么的认真努力, 无论遇见什么困难, 只要认定就绝不轻易气馁, 这段回忆让亚绩开始重新审视自己, 原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追求的东西就在身边, 女性应有的尊重和价值认同, 康都在细微之处表现了出来, 人总是这样, 只有在经历之后才会后知后觉, 不知道是命运读懂了亚绩, 还是亚绩读懂了命运, 总之这一次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, 他打算再去一趟吉隆坡, 他把想法告诉给家人, 家人们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, 亚绩再次来到吉隆坡, 他在办公楼下面等待着康, 时间过去了很久, 康依然没有出来, 亚绩有些走神了, 再次回头的时候, 他忽然看到了即将上车的康, 他立刻追了过去, 康并没有注意到后面的情况, 汽车越走越快, 亚绩再也跟不上了,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出了康的名字, 康仿佛感知到了什么, 立刻回头看了一下, 康立刻叫停汽车冲了过去, 亚绩也朝着他的方向跑了过去, 终于是双向奔赴的爱情了, 亚绩再次向康提出了求婚, 这一次康再也没法拒绝了, 二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, 就这样多多转转八年, 亚绩终于能用更为宽广的心境接受婚姻了, 半年后康申请调回了总部, 二人正式登记结婚, 婚后二人再次来到雪国, 质子的一句欢迎回来, 让亚绩备感亲切, 下一秒, 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, 隔了这么久才回来, 亚绩向质子说了抱歉, 质子其实从未生过气, 他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, 质子告诉康, 这样看来他的癌症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, 因为多亏了癌症才让他和亚绩小姐走到了一起, 三人继续打趣地闲聊了几句, 晚饭之后大家的话题再次转到了病情上面, 质子从容地表示康一定会没事的, 他用这种方式安慰着儿子和儿媳, 亚绩心里非常明白, 质子今日的云淡风轻, 一定也是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处, 那段时间康一直在国外, 作为母亲的他听到儿子得了癌症, 却又不能在身边照顾, 该是多么的绝望, 康自己其实也是恐惧的, 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, 亚绩的心里也是百感交集, 他再次梦到了雪地里的康, 又是那样患得患失的离他而去, 转眼就到了复查的时间, 一家人的心情格外紧张, 就在这时亚绩发现自己怀孕了, 为了给患癌丈夫减轻心理压力, 妻子并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怀孕的消息, 二人来到医院, 医生给男人做了全面的复查, 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的时间, 双方心中都非常忐忑不安, 自从和亚绩结婚之后, 康的求生欲望变得更加强烈, 他无时不刻地担心着自己的病情, 亚绩自然也感受到了这些, 他总是温柔地安慰着康, 没过多久, 检查结果出来了, 康的情况非常好, 癌症并没有复发,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, 积压多年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, 回家路上康终于对亚绩说出了那句, 我会永远守护在你身边, 亚绩非常感动, 他把怀孕的事情讲了出来, 康变得更加激动, 今天对他来说意义非凡, 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, 赤子激动得当场落泪, 四郎也趁机说出了心底的愿望, 他想给亚绩举办一场婚礼, 众人商议之后便选下了一个好日子, 很快婚礼便如期而至, 大家都开心地准备着相关事项, 到了出场环节, 四郎再也难掩心中的激动, 他颤颤巍巍地向女儿表达了祝福, 亚绩安慰着父亲, 并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养育之恩, 门打开的时候四郎非常紧张, 他的整个身体都僵硬了, 亚绩在旁边喊着拍子, 来宾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地笑了, 四郎把女儿托付给康, 二人互相行礼, 这是一场完美的婚礼, 最终结束于众人的祝福圣众, 又过了几个月, 康处理完了工作上的所有事情, 他把辞职的想法说了出来, 剩下的时间他想一直在家陪伴亚绩, 这样等到孩子出生之后, 他们就可以一起回雪国经营酒坊, 亚绩欣然地同意了, 没过几天康正式离职, 同事们纷纷感谢了他一直以来的照顾, 下楼之后康看到了亚绩, 二人向职场生涯做了最后的道别, 之后便一起开心地回家了, 接下来就是简单而幸福的夫妻生活, 两人会经常一起买菜, 做家务, 逛公园, 康也偶尔会犯一些小错误, 亚绩总是耐心地提醒着他,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, 在一次产检的时候亚绩看到了一本杂志, 里面有一篇关于纯平的报道, 他真的成为了很出名的设计师, 亚绩露出了欣慰的微笑, 离预产期没多久了, 康突然收到家乡发来的选举邀请函, 他本人是非常不想参加的, 但是实在没法推脱, 亚绩让他不用担心, 如果真的要生了, 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母亲, 那边一直都在时刻准备着, 康听后无奈地点头答应了, 出门之后二人做了最后的道别, 就在刚刚康走后没多久, 亚绩突感一阵腹痛, 他立刻打电话叫来了自己的父母, 三人一起前往医院, 亚绩在产房努力了很久, 直到下午才进入第二产城, 就在这时医院突然发生晃动, 不知道是哪里地震了, 几秒钟之后震动停止, 亚绩并没有察觉到异样, 一直在努力分娩, 没过多久孩子终于出生了, 就在那一刻亚绩仿佛听到了康的声音, 又过了一会亚绩在病房醒来, 他问父母是否通知了康, 两位老人开始面露难色, 亚绩追问发生了什么, 父亲便把地震的事情说了出来, 亚绩想到了刚才分娩时听到的声音,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了心头, 镜头一转就来到康的葬礼, 亚绩把孩子抱到康的面前, 随后亚绩又把孩子交给了质子, 接过孩子之后质子心中五味杂陈, 调整了一会情绪之后, 他便把康的事情讲了出来, 那天下午康在他那里吃了晚饭, 本打算是要住一晚的, 可是考虑到亚绩预产期将近, 康便急匆匆地赶了回去, 回家路上康看到了一座庙宇, 于是便停下来前去祈福, 没想到就在这时长岡突然发生了地震, 一个横梁掉落下来正好杂重康, 听到这些话后, 亚绩非常心痛地陷入了沉默, 片刻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哭泣, 而是面带微笑地向质子介绍了孩子的名字, 孩子名叫康一郎, 康代表着健康, 也代表着希望, 说完这些话后, 亚绩便提出了留在质子身边的请求, 质子看向了亚绩的父母, 两位老人礼貌地给予回应, 四年之后亚绩四十三岁, 他开始接手九方的一些事情, 正如质子当初从自己婆婆手里接过九方一样, 在一个平凡的血液, 康一郎忽然从背后叫住了正在处理事物的亚绩, 笑着笑着, 亚绩就哭了, 他突然想起了康, 命运总是这样的起起伏伏, 生活也总是那样的痛病快乐着, 亚绩的故事并未结束, 正如你我的故事, 不会结束一样, 我和我的運命。 我和我的運命。